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双方损失的最高将领分别是谁?沃尔顿沃克,1950年刚刚成立一年的新中国,就迎来了生死考验。 美帝率领16个楼落国家挑起事端,冰封直指压陆江,为了保和平,为祖国,志愿军义无反顾,奔赴朝鲜战场,血战三年击退了侵略者,书写了中国近代对外战争史上最扬美吐气的一夜。 在这场改变世界格局的战争中,中美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中包括了军事指挥官的伤亡者损。 而美国第八集团军总司令沃尔顿沃克和中国67军军长李湘是各自阵营损失的最高将领沃克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 美国有巨艳于说,在德克萨斯所有东西都大一倍,沃克却是一个跟土豆一样矮小的男人毫不起眼。 当然,长相并不能阻碍沃克,成为美国陆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这得益于德克萨斯人骨子里的彪悍,西点军校的专业背景以及一战二战的军旅经历。 著名的巴顿将军,对沃克就爱重不已,常常称呼他为我那个最棒的杂种小子。 抗美援朝爆发的时候,沃克出任美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统帅24万大军士清朝美军头号主力兵团的头头。 但由于解放军骁勇善战以及和曼克阿瑟布和沃克在朝鲜战场屡吃霸仗,灰头土脸他心里憋着一股气不过这股闷气,还没出他就一命呜呼了1950年。 12月23日,沃克乘坐吉普车,前往美军第25军营地,给儿子小沃克颁发勋章。 时间很紧张,沃克就性情急躁命令司机超速逆行,没想到开到一段公路,猝不及防和韩国一辆炮车撞倒霉但沃克滚出公路。 当场毕命志愿军67军军长李湘的牺牲相对于沃克隐命车轮,则完美诠释了什么? 才是真正的军人李湘,很早就参加革命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是一名在战火中淬炼而成的优秀将领。 1951年初李湘匆匆告别刚刚分娩的妻子和出生两天的女儿,赶往朝鲜前线。 同年10月美联军集结四个整师配合飞机、坦克、大炮进攻京城以南的解放军敌人兵力和武器都大大占优,但李湘沉着硬战。 灵活利用阵地指挥67军只用三天时间就接涅对方17000余人,威震敌胆。 1952年美联军发动春季攻势在大战来临之际,李湘不幸病倒了李湘的身体一直不太好, 但这一次更加令人担忧,他感染了美军施放的化学病菌患病后,李湘不顾自己的身体,依然全身心投入组织备战工作中,战友们都劝他到后方医院治疗,都被他拒绝了但病情超乎意料的迅猛。 短时间内就转化胃败血病和脑膜炎病。 1952年7月8日仅仅发病了七天的李湘牺牲,12月零就从前线迁移回国安,葬于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李湘,是我军在抗美援朝战场,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 在朝鲜中朝有一塔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名册,第一个就是李湘的名字。